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名叫做徐晃的大将 带兵来与关羽对战 关羽本来以为攻下樊城并不难 可现在啊 他的右手臂中了毒箭 打仗也使不上力气了 这会儿 徐晃还趁机和樊城的军队联合起来 一前一后同时进攻 关羽的军队抵挡不住 连连失败 陶军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还是凶狠地追着他们打 关羽只好带着军队撤退 想先退回荆州再做打算 可是不幸的事情总是接二连三地发生 就在这时 关羽得到消息 他中了诡计 荆州已经被东吴的大将武蒙抢走了 哎 真是可恶 关羽生气极了 马上决定必须夺回荆州 哎 不过照现在的情况 前面的荆州有东吴兵守着 后面又有曹军追来 这场仗啊 关羽能不能打赢呢 关羽和部下商量之后 决定先派一个使者回荆州探探情况 结果 吕蒙用好酒好肉招待了使者 还让他去探望了他的家人 使者啊 非常感动 他回来告诉大家 吕蒙非常严格地管理军队 不许士兵们欺负荆州的百姓 而且啊 将士们的家人都过得好好的 他还给大家带回了家人们的书信呢 哎呀 这下可糟了 将士们一看到家人的书信 开心极了 一个个啊 都没有了打仗的心思 可不是呢 现在 东吴兵和曹军两路大军把他们夹在中间 先不说打不打得过 这时候 如果还硬要夺回荆州 这战争一打起来啊 说不定还会伤害到自己的家人呢 他们现在都过得好好的 自己为什么还要回去打仗呢 于是 很多将士啊 都纷纷逃回荆州投降 跟家人团聚了 就这样 关羽的军队里 士兵们逃跑的逃跑 受伤的受伤 最后啊 只剩下了几百人 哎 没办法 关羽只好带着剩下的士兵 暂时来到了一个叫做麦城的地方 可是 没过多久 东吴的军队就将麦城包围了起来 关羽急忙派人去搬救兵 可救兵迟迟不来 怎么办呢 士兵们大部分都受伤了 麦城里也没有多少粮食 但是 大家吃不上饭 肯定撑不了多久 哎 继续待在麦城也不是办法 于是 关羽决定要突破包围 直接带兵回西川大本营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保存了实力 以后肯定还有机会夺回荆州 刚好啊 麦城的北面 有一条很偏僻的小路可以通往西川 这天晚上 关羽带上士兵们 准备从麦城的北门杀出去 他握着大刀 左砍右劈 很快啊 就杀出了一条血路 带着大家冲出了包围 但吕蒙呢 也是一个很精灵的人 他早已经猜到 关羽肯定会从北门的小路逃走 于是 他早早地就在这条小路上 安排了很多的士兵 只等着关羽来了 这不 关羽一行人没走多久 就有一队东吴兵冲了出来 冲在最前面的将领 手握长枪 大喊一声 关羽 我劝你还是趁早投降 免得一死 关羽一听 抡起大刀就去应战 那位将领眼看着自己打不过 就慌忙逃跑 关羽可不敢轻易放过他 一拍马屁股就追了上去 不过啊 这时候 藏在周围树林草丛里的士兵 都纷纷跳了出来 加入了战争 关羽拼命杀敌 但他的士兵们可不抵挡不住 这么多人的攻击啊 最后只有十几个人 跟着关羽逃了出来 天快亮的时候 他们来到了一个 比较荒凉的地方 这里两面都是山 周围都是一些枯败的鲁尾丛 和乱七八糟的寿木 关羽转头看看士兵们 唉 大家一路打一路逃 一个个都累得不行了 关羽刚想鼓励一下士兵们 就在这时 他忽然听到有人大喊一声 冲啊 顿时四周都响起了 震耳欲聋的喊声 那些藏在鲁尾丛 和树林里的东吴兵们 飞快地窜了出来 关羽的士兵们没想到 这里还有敌人 一下子都乱了阵脚 只见关羽手握大刀 捂得呼呼作响 接着猛地一踢 把一堆涌上来的东吴兵 逼得连连后退 然后他一拍马屁股 一下子就冲出了包围 关羽的赤兔马跑得飞快 眼看着马上就可以摆脱敌人了 突然 前面的路上出现了一根拦路的绳子 关羽猛地一拉僵绳 可是赤兔马已经停不下来了 他的两条前腿被绳子绊住 扑通一下跪倒了 关羽也被重重地甩到了地上 就在这时 藏在路边的东吴兵一拥而上 他们手里握着武器 将倒在地上的关羽 围得严严实实 关羽就这样被抓了起来 后来 吕蒙把关羽压到孙权的面前 孙权高兴极了 他对关羽说道 关羽 你一直觉得自己天下无敌 现在被我抓了 你服不服气 不如你加入我的队伍 怎么样 关羽瞪着眼睛 大声骂道 红毛碧眼的小贼 我曾经和刘皇叔在桃园结议 发誓要帮助汉朝 恢复统治振兴国家 我怎么会帮你这个背叛汉朝的小贼 这时 部下们纷纷劝孙权 说 以前曹操对关羽那么好 他却一点都不领情 还是过五关斩六将的走了 主公 关羽留不得 我们还是趁机把他除掉吧 关羽盯着孙权 哼了一声 说道 要斩要杀 赶快动手 少废话 孙权常常叹了一口气 最后还是下了命令 把他拉出去斩了 就这样 为阵天下的关羽 牺牲了 谁能想到 一向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关羽 最后竟然栽在了孙权和吕蒙的手里 不过二弟没了 大哥刘备 怎么能放过敌人呢 后来刘备果然 调集兵马 气势汹汹的 去找孙权算账呢 那么 刘备最后 成功报仇了吗 小朋友们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哦 来 欢迎订阅 让你带上 老矿 小朋友们